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上课的计划 第一个小时我先延续 两个礼拜前跟大家开始谈到的这个产业竞争 我们把两个礼拜前所讲的这个小模型做一个收尾 接下来我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讨论 这次作业里面战争与和平的那个题目 战争与和平那一题所用到的那个模型 是目前学术上面大家在分析冲突的解决 或者是国际关系里面最常用最标准的一个模型 所以想跟大家稍微更深入的介绍一下 它背后的一些内涵和运作 然后今天第一个小时的最后 会跟大家很快的回顾一下我们等一下要进行 今天要进行的商战游戏价格战 然后我们的第二个小时 就按照助教之前发的这个email的公告 我们应该会分成两间教室 然后全班分成好几个市场 然后我们来进行这个价格战的游戏 然后最后一堂课 我才到最后一堂课可能只剩半小时 我们为这个游戏做一个检讨 然后来带入我们接下来新的课题 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情境 大家可以先看最左边的黑板 一个市场有两家厂商 他们生产跟贩售一模一样的产品 然后我假设我称这两家厂商为一跟二 厂商各自要决定设多少的产能 工厂要多大拼多少员工 会影响到他们的产量分别是Q1 Q2 那他们的生产量当然必须要是0或者是正 大写的Q代表这个市场上的总产量 Q1 Q2的总和 那么我们假设市场的运作 价格会自由调整到两家厂商 可以把他们生产出来的货品全部卖完 所以这个市场结清的价格P 我们假设是跟着这个函数 就是我们的需求曲线的函数12-Q 那为了简化 我们假设厂商是没有固定成本 大家不需要去考虑 边际成本或者是单位的生产成本 假设是一个常数C 在课堂上的分析 为了求计算很简洁 我假设边际成本C是0 回去大家练习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C放回去 然后来看边际成本的大小 可以如何影响到我们分析的结论 会影响还是说它根本没有影响 两周前我们看到 当我们要分析产业竞争的时候 通常一个很好的 一个比较的基准点 就是去思考 当这个产业里面只有一家厂商 他是独占的时候 他会怎么做 独占厂商 他的市场就是整个产业所有的市场 所以分析独占厂商所面对的问题 可以让我们去想像 这个市场能够创造出来商业上利润的饼 最大可以到多大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在我们的作业里面 那个炒地皮的那一题 一开始我也是请大家先去分析 如果村子里面所有的土地 都是由一位大地主所拥有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一个地主 他能够创造多大的 这个租金的收益跟利润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说 从厂商观点市场来看 最大的利润总和可以是多少 然后之后我们来看寡占 我们或者你们在其他很多经济系 其他的课会看到高度竞争 或者是完全竞争的模型 那当我们要从厂商角度来思考的时候 跟这个独占的利润相比 就知道不同的市场结构 不同的竞争状态 会如何影响到厂商的利润 他们会离独占的利润可以有多远 两周前我们看到假设厂商一独占 厂商二关门 这样的情况之下独占厂商 它有诱因刻意的限制产量 拉高价格来极大化利润 然后我们那时候的这个 总产量是6 价格是6 我们上两周前也看过 另外一个标准的模型 那么在经济学里面 称为Gunard Competition 它的基本假设就是 两家厂商一跟二 他们同时选择产能 在不知道对方行动的情况之下 同时选择产能 然后大家生产 产品做出来了之后 卖 让市场自由去决定 让需求曲线来决定 价格是多少 这个Gunard的竞争模型 其实就是两个赛局参与者 同步行动的一个赛局 所以两周前我们已经分析过 解出这个NASH均衡的这个产量 我们的分析方式所运用到的 就是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个最佳回应 分析法 我们分别去看 厂商一跟厂商二 在给定对手的产量的情况之下 我的最佳回应是多少 然后我们再解NASH均衡 NASH均衡的概念是什么 是一个状态 两方的策略选择 互为彼此的最佳回应 所以NASH均衡的这个 NASH均衡的一个直观的定义 就是这个Mutually Best Responses 那时候我们得到 两家厂商各自生产四个单位 总产量是8 价格是4 我们可以看到 当有竞争的时候 价格降低了 跟独占相比 总产量提高 所以消费者的福利 是增加的 然后我先注记一下 两家厂商各自的利润 就是他们的产量 乘以价格 因为我假设没有成本 所以利润就是价格 乘以数量 就是16 今天我要带大家 延伸思考的 我们完全是从厂商的观点 来看事情 那么先介绍一个 另外一个模型 关乎两家厂商之间的竞争 在学术文献里面称为 Stagelberg模型 但它实际上的含义 是两家厂商之间的策略选择 是依序行动 而不是同步行动 Gunard是同步行动 Stagelberg是依序行动 进行的方式 第一阶段 厂商一 选择它的产量 而且它的选择 是会公告天下 是会被看见 大家知道 第二阶段 厂商二 来选择它的产量 请记住 当厂商二 在做选择的时候 它已经知道 一号厂商做了什么事 反过来说 如果一号厂商 它懂得思考 它懂得运用反推法 它应该要去看 我在第一阶段 选择不同的产量Q1 会如何影响到 我的竞争对手 厂商二 在第二阶段 去做回应 所以我们的分析 基本上就会用到 反推法 Backward Induction 在第二阶段的时候 我们大家已经知道 一号厂商 生产了多少 所以Q1是给定的 在给定Q1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看 二号厂商 会面对到 怎样决策的问题 二号厂商要做的事情是 极大化它的利润 二号厂商能够采取的行动 就是选择它的Q2要是多少 大于等于零 二号厂商的利润是多少呢 是它的产量 乘上市场的价格 市场的价格 根据我们的需求曲线 是12 减掉总产量 总产量是包括了Q1 也包括了Q2 理论上我们还要再减掉 二号厂商的生产成本 但因为我们假设 编辑成本 或是单位成本 C是0 所以我们可以忽略这一项 在这里 出现的Q1 是一个很明确 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到的变数 这里的Q1 并不是我的belief 并不是我的预期 因为一号厂商已经做选择了 是我们明确知道的一个数字 然后Q2 是二号厂商的选择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如何简化 上面 我把两个相成像就直接展开 负的Q2平方 加上12-Q1 乘上Q2 从这里出发 两个礼拜前 我们谈到 厂商的利润函数 其实是像一座满头山 一个开口向下的跑五线 所以我们要找山顶的地方 斜率是0 斜率是0 表示我们这个函数 对Q2做微分之后 会等于0 所以对这个多项式微分就是 这个平方的这个2 移下来 负2乘上Q2的一次方 加上12-Q1 这是对上面 这条式子 对Q2做微分 这个要等于0 斜率为0 表示我们在山顶 那么在山顶 对应到的这个Q2 是多少呢 Q2 就等于6减掉2分之1的Q1 这个式子我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BR2 就是二号厂商的最佳回应方程式 Best Response 2 它会根据我们观察到 一号厂商在第一阶段的选择 有所不同 而跟着改变 这是第二阶段 会发生的事情 那么 我们现在 回过头来看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 我们要思考的是 一号厂商 所面对到的问题 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二号厂商会做什么选择 Q2是多少 问号 还不知道 一号厂商的问题是什么呢 一号厂商它可以选择 它的Q1要是多少 大于等于0 一号厂商它要极大化的利润 是它的产量Q1 乘上价格 价格是12 减掉Q1 再减掉一号厂商 预期未来二号厂商 会如何回应 会选多少的数量 理论上还要再减掉 成本 只是这边 我们假设成本为0 就忽略这一项 我这里要提的事情是 从一号厂商的观点 它如果懂得去思考 它今天的选择如何影响 对手明天的产量 那么这里的这个Q1 Q2 hat 指的呢 应该就是一号厂商 对未来的预测 对未来的预测 当我预测未来的时候 诶我知道 二号厂商在第二阶段 它的产量选择 会受到我一号厂商 正在今天的选择所影响 而且是六减二分之一 Q1这样的关系 从这里我会看到 当我今天增加Q1的选择 我有办法迫使二号厂商 在未来降低它的生产量 当我今天增加我的产量 我可以影响到二号厂商 在明天去减少它的产量 这意味着什么 从这个市值跟这里的这个负号 这意味着我可以透过 或许我可以透过 抢先大量一点的生产 提高我的市占率 并且迫使对手减产 再更进一步 减少它的市占率 所以我把这个市值 把Q2 hat 等于六减二分之一 Q1 带进去 十二 减Q1 再减掉六 减二分之一 这个东西 是我的Q2 hat 是我预期 第二阶段 二号厂商会做的事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市值展开 然后我就可以 对这个利润 的函数 对这个Q1 来取为分 找到利润的极大值 过程我就不重复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多少 Q1s 右上角我加一个s 代表是stekkelberg 或者是sequential competition Q1s等于6 Q2s 等于3 给定Q1 生产六个单位 二号厂商的Q2是6 减掉二分之一 乘以6 等于3 总产量 6加3是9 所以价格 3块钱 但是这里 我特别要带大家看 跟思考的一件事情是 两家厂商的 利润 Pi1s 就是它的产量 乘上价格等于18 Pi2s 它是这个follower 它是慢一步 开始做生产决定的 产量乘上价格等于9 我现在希望大家来比较的 是Gunard的模型 跟下面stekkelberg的模型 对一号厂商会带来 怎样的不同 Gunard的模型 假设 你跟我 我们两个是同时做决策 stekkelberg的模型 假设是一号厂商 搶先做了决策 把东西生产出来 或者是建了很大的工厂 然后让这个资讯糟糕天下 让对手看到 你看我准备要生产这么多 那么 当一号厂商 抢先一步做这件事情 对二号厂商带来什么影响 二号厂商的角度会思考 一号厂商要生产这么多 所以 不管我原本决定要生产多少 因为一号厂商的增产 都会让市场总产量上升 市场总产量上升 就会必然压迫 市场均衡的价格会降低 价格降低表示什么 表示生产跟销售 变得不是那么有利可图 所以我二号厂商 不值得我生产这么多 所以二号厂商减产 是这个逻辑 我看到一号厂商增产 我知道它的增产必然会带动市场 总产量的上升 总产量上升 当市场均衡的时候 价格被压低 然后如果预期我生产这个东西 最后的均衡价格会降低 那么我不应该生产那么多 因为它不是那么有利可图的 一件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一号厂商抢得先机 增产或者是量产 来迫使对手减产让步 那么最后我们看到一号厂商 当它抢先的时候 它的利润是18 可是当一号厂商默默的跟二号厂商 同时做决策 它的利润只有16 这是同步行动跟一序行动 一号厂商抢先 对一号厂商带来截然不同的利润 这两个模型的比较 如果把它当成是一个预言故事来看的话 它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教训 第一个我们发现 在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产业竞争的模型里面 抢先者 它有办法 影响对手的决策 提高它自己的利润 所以在这个模型里面 我们存在 first mover advantage 当这个赛局变成依序行动 存在这个先行者优势 first mover advantage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 思考另外一件事情 思考什么事 大家如果在赛局或经济学的课本里面 做题目或是面对那些考题 模型里面都会先叙述好 谁行行动 谁后行动 他们是同步还是依序 但是真实世界里面 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 没有这么详细 具细明义的规则 说谁要先做 谁要后做 没有 所以很多时候 在真实世界的问题里面 你对于timing 时间点的选择 也会是你策略选择的一部分 这会不会给大家看美国的啤酒公司之间的产业竞争 下周或者是其中考后 假设有两家啤酒公司 然后在美国的这个发展史上面 啤酒公司是从美国的东岸往中西部 然后在越过山到美国的西岸 所以当不同的啤酒公司 要开始抢进美国西岸 加州那边的市场的时候 他们到底是同步行动还是依序行动 你可以想像真实世界里面 有些公司可以设法抢快 我抢快先去看地 先开始建厂 然后把这个资讯公布出来 让对手知道可以影响他们的行动 所以你的速度要快还是慢 你要先还是等 这件事情是你可以选的 所以第二个寓意就是 真实世界的赛局 你可以思考行动的顺序 你有没有办法去改变它 当你决定这个顺序的时候 当你判断先行者有优势 要抢快的时候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你所做的 就是我们之前在讲到破釜沉舟的时候 所提到的一个概念 叫做改变赛局 我们不光是被动的接受别人已经写好的赛局规则 而是我们去思考 可以怎么做 让这个赛局变得跟给定的不一样 让这个赛局对我们有利 或让这个赛局更有助于促成 双方的合作 今天这个例子里面 如果要用中文来讲的话 一号厂商抢快 把Gunard 转换成Stackelberg 那就叫做先发制人 我鼓励大家回去思考 在你面对到或分析的不同的赛局里面 哪些赛局是具有First Mover Advantage 先行者优势 哪些赛局是不应该抢快 先行者是有劣势的 OK 大家可以回去 想想看 面对不同的赛局 去思考同步会怎么样 依序行动会怎么样 快的人会比较好吗 还是应该要等 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现在来看 作业里面的这个 战争与和平 我会简单的走过 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路 然后如果你作业有做对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这题的结论 好像有点悲观 要促成百分之百的和平 impossible 不可能达到 我们在这题里面看到的结论是悲观的 但是过几个礼拜 我们会有新的分析方法 分析工具 带我们去挖掘探索 新的可能性 来解决这个世界和平的问题 在我们的故事里面 有两个国家 A跟B 每一个国家 有两个策略选择 invade 侵略 攻打另外一国 或者是yield 让步 让步 我们假设如果两个国家互相侵略 就是你打我 我打你 这是战争 假设战争的后果就是让你我 我们的报酬都归零 这是最糟的状况 如果我要打你 然后你退让 那我假设我发动攻击的一方 因此可以得到很大的一块报酬 可能我们是要抢的是一个边界的土地 或者是我们要争执一些东西 我要进攻 你就说好我让你 我拿7你拿2 或反过来 我退让 你侵略 我拿2 你拿7 但还有一种状况是 你我 我们互不侵犯 我们保持 彼此都保持退让 避免掉了冲突 或者是侵略 所带来的成本 你我 各自都可以得到6 这是我们背后 故事的假设 在这个故事里面 双方互相侵略 我称它为打来打去 战争的状态 双方都退让 没有人要去攻打另一方 我称之为peace 是一个和平的状态 你可以看到 从和平peace出发 如果我出兵攻打你 然后你退让 OK 那这个攻打跟退之间 会有一些成本 所以我虽然因为攻打你 而增加我的报酬 可是你 因为被我侵略 而得到的损失更多 所以从和平到一人攻一人退 你可以看到 两国的总报酬 是减少的 从12 减少到9 虽然报酬的分配 从平均变成一大一小 这个赛局 在文献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鸚鸽赛局 叫做鸚鸽赛局 有人把侵略 invade 比拟成这个鸚老鸚掠食的策略 退让 比拟成鸚子的策略 但我喜欢称这个赛局为 战争与和平 你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小小的模型 它其实捕捉了两个人 或者是两只鸟 或者是两个国家 在互不相争 到互相侵略之间所面对到的那个冲突 的选择 因此很多研究这个国际局势跟国际关系 相关理论的论述 大家会从这个鸚鸽赛局出发 然后来探索 来探究这背后 可以发展出怎样的机制 我在作业体里面 所要带大家思考的一个机制 是这样 我假设在这两个 AB两个国家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国 我称之为调停国 如果AB你把他想成两个人 那这个mediator 他可能是一个调节者 我们假设这个调节者 他出于某些原因 他就有这个分量站出来讲话 然后说OK 你给我退让 你可以攻打他 假设这个调节者是可以出来 做这样的指挥的 那我们想一想 这个调节者 在一个理论的架构上面 他能够做些什么事 但是前提我们假设这个调节者 他带有一个目标 希望促成 AB两国之间的和平 和平所发生的几率 越大越好 假设这个调节者的目标 然后他的纳许均衡是什么 纳许均衡是双方的策略组合 彼此互为最佳回应 所以我们看到是 左下角跟右下角 这两种状态是纳许均衡 左下角是什么情况 你攻打 你攻打我 我退让 在给定你会攻打的情况之下 退让对我是不是最好的 如果我不退让我也要打回去 我们就变成战争 我的报酬从二变成零不好 所以给定你会打我 我的最佳回应就是退让 给定我会退让 你的做法是什么 你如果也退让爱好和平你拿六 可是你打我可以打到七 你可以得到七 因为你知道我会退让 所以给定对方的选择之下 一人退让另外一人攻打 双方彼此都使出了 对对方的最佳回应 所以一人退让一人侵略是纳许均衡 反过来也是 所以在这个赛局里面 我们有两个纳许均衡 I代表invade進攻侵略 Y代表yield退让 所以一国侵略一国退让 是纳许均衡 IY或者是YI 下个礼拜当我们在学到 思考混合策略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赛局还有第三个 第三个均衡 就是AB两国都是随机的来决定 我要不要打对方 之后我们再看 在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两个纳许均衡当中 你会发现什么事 发现虽然不会出现战争 可是这个世界是没有和平的 在我们今天看到这两个纳许均衡 不会有和平发生 所以假设他出来一个 这个 调停国 mediator 假设他的目标是我能不能够 促成和平 或者增加和平的几率 那这个调停国会怎么做 我们先假设 有一个理想主义的调停国 OK 我就站出来说 你们两个都给我退让 大家回到这边 这是我们大家的口头约定 可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我之前讲过了 我们往往不存在 另外一个跨国属于整个地球的 这个司法体系 来执行 合约 会被履行 约定会被遵守 我们没办法 所以如果一个调停国出来 呼吁 两国都克制 大家都也有退让 最后会发生什么事 AB两国会听吗 如果 我判断 你会听调停国的话 退让 那么根据这个赛局 对我来讲 最佳回应是什么 是攻打你 如果你判断我会退让 你的最佳回应是攻打我 因此如果一个调停国 带着理想主义出来宣布 请大家都各自退让 我们追求和平 这个呼吁 其实是没有大用 因为对于两个追求自立的国家 只要我判断另外一方 会听调停国的话 那么我的最佳回应 就是去攻打他 就是不听调停国的话 所以不会出现两方都听 这时候你会发现 直接要求两国退让 不是好的做法 那么 调停国它的策略 所以我们如果从一个理论的架构上来看 可能分成三种 第一种就说好 那我就来帮你们来协调 就A来打B吧 B就退吧 第二种是反过来 我调停国建议 B来侵略 请A退让 第三种情况呢 我请两国都退让 身为调停国 所以我大概不会要求两国互打 怪怪的 好 我们假设调停国采用这个策略 我事先决定 我给出不同意见的几率 PA跟PB 然后带着PA的几率 我调停国出来建议 A国侵略 B国退让 带着PB的几率 我建议B国侵略 A国退让 然后 1-PA-PB的几率 我来建议 要不要两国 大家都退让 保持和平 理论上你会希望 A、B都退让的几率高达1 你会希望PA等于0 PB也等于0 可是我们刚才看到 要达到这个状态 不可能 所以我们可能 所以从调停国的角度 他可能要混搭了 建议A侵略 建议B侵略 建议双方都克制退让 三种建议 他可能要来混搭 带着一个不同的几率 抽签 来决定 我要怎么样 跟AB两国 来给这个建议 好 所以 我们假设 调停国他需要选择 这两个几率 PA跟PB 然后他抽签 PA的几率 他会只要求B退让 A可以打 PB的几率 他会要求A退让 B可以打 剩余的几率 他会要求AB都互相克制 我们看一下 当调停国用这个方式 来调解 两国的纷争 他可以做到怎样 他可以做到多好 我这里再做一个假设 我的假设是 调停国 他对PA跟PB的选择 是大家都知道的 也就是各国 AB两国 他了解调停国的态度 调停国 他大概会用多少的几率 给出怎样的建议 第二点 我假设调停国的建议 给不同国家的建议 是私下讲 秘密讲 所以我身为A国 我只知道调停国 跑来跟我说 要我可以侵略 或者是请我克制 要退让 我没有办法直接观察到 直接看到这个调停国 mediator 如何跟另外一个国家 给建议 我没办法 但是我只能够推测 当我听到调停国要我 我可以侵略对方的时候 当然我晓得他一定是 因为调停国不可能要两国互打 所以调停国一定是 跟对方说他必须要退让 但是当我听到调停国 要我退让的时候 我可能没有办法分辨 调停国是要另外一国 允许他可以侵略我呢 还是调停国要另外一国 也退让 我没办法判断 这是我在背后所做的一些假设 我们先来思考一下 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调停国 mediator在促进或追求世界和平的过程中 他给建议 或他去选择PAPP 他需要满足哪些目标 好你说 这是一个善良的mediator 他希望极大化和平的机会 他希望极大化和平的机会 反过来说 他希望让E-PA-PB可以达到最大 或者反过来说 他希望让P-A加P-B 有人攻打对方的这个几率的可能性 降到最低 那调停国的目标 可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他要给建议他有没有其他的事情 必须要做到 很重要一点 他给的建议 对方要听 如果你跟别人沟通 你希望发挥影响力 那么你给别人的建议 需要做到 对方会听 如果对方不听你 把你讲的话当耳边风 那么不管你讲的有多少的道理 他没有办法改变现况 他没有办法发挥影响力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给别人建议 需要面对一个限制 他能够听进去多少 在这个限制之下 我们来决定要给什么建议 过去两三年 我为了协助一些在台湾的影视的编剧 来发展他们的这个career 然后我就遇到其中一个编剧 跟我抱怨 他说为什么我对他的态度差那么多 我对另外一个人很宽容 然后对他很严厉 我说因为你们个性不一样 我对另外一个编剧很严厉 他就跑了 他就不跟我合作了 那 那怎么办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给不同的人的建议 需要因人而异 或者因才施教 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所以mediator 他需要确保 我给出来的建议 是听的人有诱因 去照着建议去做 我面对到这样的限制 所以mediator's goal and constraint 我需要确定 我需要确定 A跟B 会听我调听我讲的话 and follow his suggestions 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么该怎么做呢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如果调停国把PA选为0 PB选为0 1-PA-PB 变成是1 如果调停国用这样的方式 建议两国都百分之百 建议两国都要退让 这个建议是没有用的 因为大家不会听 我刚才讲到 反过来说 这个建议他本身 他不是那曲均衡 大家不会听 那我们现在 是不是可以从一个 更一般性的架构 来思考这个课题 我们假设调停国 把他的给建议的策略 也就是PA跟PB这个几率 已经做好了选择 我们大家知道调停国的态度 PAPB is given 然后我们来看 A国所面对到的问题 从A国的角度出发 他会面对到两种情境 第一种情况 A国知道 调停国建议他 侵略 调停国私下做的事情 他可以叫建议一国侵略 另一国退让 或者是两国都退让 但是从A国的视角看问题 我只知道调停国 给定了他这个PAPB的 几率的选择之下 调停国跟我A国说了什么 第一种状况 调停国建议我A国 我可以侵略 这时候我要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调停国说我可以侵略 那么但是我知道调停国 不会要求两国互打 所以给定调停国允许我侵略 我就知道调停国一定是建议另外一国 B国要退让 然后我来思考 如果B国会听调停国的话 如果B国选择退让 对我A国来说侵略可以得7 退让可以得6 所以我身为A国会怎么选 我A国的最佳回应 就是侵略 换句话说我A国的最佳回应 就是听调停国的话 这是A国所面对到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种状况 第二种状况是我A国听到调停国建议我 要退让 这时候我就要想 背后究竟有哪些可能性会发生 我在这里 先画一个圆饼图 百分之百的这个饼 加在一起代表几率是1 然后我们总共 会出现三种可能的情况 第一种是 调停国要A国侵略 B国退让 几率是PA 第二种是要A国退让 B国侵略 几率是PB 第三种是AB两国都退让 几率是E-PA-PB 现在我身为A国 我听到调停国要我退让 所以我知道右上角这块饼的情况 不可能发生 我知道实际的状况 一定是落在 左边跟下面 这两种状况 这两种状况 其中之一 会发生的几率是多少 就是E-PA 在这个E-PA的可能性里面 我需要判断 在这个可能性里面 有一部分的情况 会是调停国要B也退让 会有另外一个情况 是调停国要B 允许他可以来侵略我 所以我从这里会做判断 我需要去计算一个条件几率 去算一个可能性 在调停国要我退让的情况之下 有多少的几率 调停国也会要 调停国会让允许B来侵略我 调停国要我退让的几率 是这两种可能性的总和 在这两种可能性的总和之下 有一个状况是 调停国可以允许B来侵略我 所以他会发生的条件几率 就是他要我们两方都退让 或者是只要我退让 两种情况的几率是E-PA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实际上有一种状态 是要B可以攻打我 所以是条件几率是PB除以E-PA 另外同样道理 B is suggested 调停国要B国来 也跟着退让的几率 也跟着退让的几率 就是E-PA-PB除以E-PA 你可以想像是E-PA-PB 这块柄的面积所占了 左边跟下面这两块柄的总面积 这个比值 E-PA-BB除以E-PA 所以从A国听到指令要退让 他就可以计算出B国 假设B国会听调停国的话 那么B国会侵略跟B国会退让的几率 我就因此可以计算出来 所以我抄在左上角这边 B国会退让的几率是E-PA-PB除以E-PA B国会侵略的几率是PB除以E-PA 现在我是A国 我收到了调停国的指令 我因此可以推断B国会侵略我 跟退让的几率各是多少 然后我来思考 我应该要去侵略对方 还是我要听调停国的话保持退让 这个问题的分析方法 是不是跟我们之前讲到足球罚球的状况很像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做计算 我们来看A国的选择跟A国的期望报酬 如果A国选择侵略 那么有PB除以E-PA的几率 在这么多的几率底下 B也会侵略双方开阵 A得到的报酬是0 但是有E-PA-PB除以E-PA这么多的几率 B国会退让 那么我侵略它退让 那么我侵略它退让 我得到7 所以总加在一起 就是E-PA分之7-7PA-7PB 第二种情况是我A国我也退让 在我A国退让的情况之下 有PB除以E-PA这么多的几率 B国会侵略我 让我的报酬只有2 但是在剩下E-PA-PB除以E-PA这么多的几率之下 B国也会退让 我得到的报酬是6 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我得到A国退让的期望报酬是1-PA分之6-PA-4PB 这是一个比较单纯的 看起来复杂 但它其实就是一个期望报酬的计算 我们现在思考的是Case 2 A国收到调停国的指令是要退让 如果我们希望A国听调停国的话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确保调停国退让所得到的期望报酬 会大过调停国不听话所得到的期望报酬 听话所得到的报酬 需要大于等于不听话所得到的期望报酬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能期待A国会听调停国的话 所以我们得到什么 如果要确保A国会听话 那么下面这个需要大过上面这个 那么分母都是1-PA 所以我们就要比分子就好了 6-6PA-4PB 需要大于等于7-7PA-7PB 超一次 6-6PA-4PB 要大于等于7-7PA-7PB 如果我们把这个式子做一个简单的整理 如果我们把这个式子做一个简单的整理 最后得到 PA加上3PB 要大于等于1 当PA跟PB 当PA跟PB 满足这个条件的情况之下 A国 听到指令要退让的时候 他真的会退让 你先看一下这个不等式 PA加3PB 大于等于1 你先不要管这个式子 为什么这么复杂 我们从直观来看这个式子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成立 你会发现当PA跟PB都够大 PA加上3倍的PB 是要大于等于一个标准 所以当PA跟PB 这两个几率够大 A国就会听话 就会听调停国的话 PA-PB够大是什么意思 PA-PB够大就表示 调停国的策略 是存在足够大的几率 会允许其中一国去打另一国 表示调停国的策略 要求两国同时克制 退让的几率不能太高 要够小 也就是对任何一国来说 他要知道 当调停国要我退让的时候 有足够大的几率 调停国是会允许另外一国来攻打我 然后我就预期 另外一国可能真的会攻打我 让我计算一下 我的最佳回应是退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才会乖乖的听 调停国建议我退 所以大家在算这些数字的时候 要从数字的背后去思考 他直观的意涵 这个不等是很复杂 但他讲的事情是 调停国的策略 必须要让PA跟PB足够大 必须要让他允许其中任何一国 去攻打别人的机会要够高 然后当他要一个人退的时候 那个人才会真的害怕 然后听话造作去退 是这样 这是Case 2 所以我总结一下 如何确保A国听话 如果调停国要A国攻打 A国很开心 我就听你的就打 如果调停国要A国退让 那么只有在PAPP够大 而且满足这个市值的情况之下 A国才会听话 才会退让 好 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 我们现在来把所有的问题 都在一起来思考 调停国所面对的课题 我们来看 The mediator's problem 调停国能够做的事情 是选择他调解的策略 浓缩成PA跟PB 这两个几率的数值 调停国的目标 不是要极大什么 是希望有任何人去打别人 调停国的目标是希望和平的几率最大 但和平的几率是1-PA-PB 所以反过来说调停国的目标 希望是PA加PB 越小越好 有任何一个人出手打对方的几率 加在一起越小越好 调停国的目标是PA加PB 越小越好 下面ST代表subject2 调停国面对什么样的限制 调停国面对的限制 就是我的策略选择 需要做到别人愿意听我的话 我要你打就打 我要你退你就退 如何让A听话 需要做到PA加3PB 大于等于1 是确定A会听话 因为AB两国面对到的情境 是对称的 如果我们要B也听话 大家回去自己验算 PA跟PB之间满足的关系 颠倒过来 PB加3PA A大于等于1 这个条件是要让B能够听话 好 调停国的问题 我们现在就把它翻译成很精准的数学语言 这两条式子是为了确保调停国的建议有人听 这里是调停国的目标 我希望有人出手打别人的几率 越低越好 此外 还会面对到哪些限制呢 PA跟PB代表的是几率 几率 必须要大于等于0 几率没办法是负的 同时 PA加PB 代表的也是几率 有任何人打别人的几率 不可能超过1 所以 这三条式子是计数型的 确保PA跟PB 是一个合理的几率 0到1之间的数字 这两个是 关乎到AB之间的诱因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来解这个课题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 我用 线性规划 图解的方式来做 我需要说面对到现在这样的问题 面对到大家现在人都有电脑 所以不管你数学好不好 怎么样都可以带数值 然后用Excel 或者用什么软体 来算 然后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但是如果真的需要用手算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图解 如何可以快速的 让我找到这个问题的解答 横轴是PA 纵轴是PB PA跟PB都是几率 所以 它们都必须落在0跟1之间 然后PA加PB 最大等于1 不会超过1 所以我这里画一条线 在这个三角形里面 在这个三角形里面的这个PAPB的组合 是这个合理的可以存在的几率组合 然后我们来看这两条不等式 有没有办法来图示 我先来看这个PA加3PB等于1 PA加3PB 我们要找的是它大于等于1 但是当它等于1的时候怎么画 当PA 当PB等于0的时候 PA如果等于1 这条不等式是相等的 这个点 当PA等于0的时候 PB要等于1 3分之1 可以让这个不等式的等号成立 因此我画出黄色的这条线 是PA加3PB 刚好等于1 但是这个不等式讲的是 PA可以更大 PB可以更大 所以是这条黄色的线 上面的区域 符合这条不等式 同理 同理 我们也可以来看 PB加上3PA 大于等于1 我就不讲细节 得到 红色这条线 是这条不等式的等号成立 但是这条不等式是说PA PB 可以更大 所以红色这条线 在上面 所以加在一起 满足 这些所有的限制 的PA PB的组合 必然是落在 右上角 这里 的这个区域当中 然后在这个区域当中 我们希望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希望做的是PA加PB PA PB的总和可以越小越好 如果 你要画一条线 来代表PA加PB 等于一个常数C 那么这条线 必然是跟上面这条白色的线 是平行的 我们可以画不同的线 这是PA加PB等于0 PA加PB等于不同的常数值 会是负写率唯一的这条线 的平移 那我们希望 希望PA加PB越小越好 所以我们希望跟这条白色线 平行 负写率的这条线 是往下 能够越低越好 但是我们的选择 必须要是落在我们的条件限制之下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 三角形的区域里面 确保 PA加PB 负写率的这条线 是越低越好 但是它仍然是可以碰触到 这个三角形的区域 所以会是哪里 会是这里 所以让 PAPB的总和最小的 让和平的几率最大的 这个 mediator 调停者的 这个策略 PA跟PB 正好就会是落在这个点上 在这里 PA加PB PAPB的总和最小 但是仍然是在这个 限制范围内 所以正好就是这个 顶点这里 那顶点这边会是多少呢 因为AB PA、PB 面对到的状况是对称的 我这边大家回去自己算 但最后 PA跟PB 两个几率是相等 都是四分之一 这是我们这边所面对到的这个故事 是 用调停者 来促进 和平 最后可以发生 什么样的情况呢 请记得 在纳取均衡的时候 必然是一国攻打另外一国 被打的退 不会出现两国都同时退让的和平状况 可是如果调停者 选择PA跟PB都是四分之一 那么表示什么 表示有一减四分之一再减四分之一 表示有二分之一的几率 调停国会建议两国都退让 而且两国会听 表示用这个最佳策略的时候 调停国可以确保和平发生的几率 有二分之一 然后另外二分之一的几率是某国攻打令一国被打的退 所以可以看到调停者他发挥作用 他提高了这个 他仍然不会促成战争 可是他提高了和平的几率 从零到二分之一 所以我们的这个故事的寓意 调停国的存在 有他的价值 但是悲观的一个结论 A hundred percent peace is impossible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太过充满理想主义 而产生出来的这种对乌托邦的这种建议 有时候现实上不可行 我们必须要在别人会听话的情况之下给建议 然后试着让整体局面推到最好 这是我希望透过看似这么复杂的一系列的计算 能够带给大家在概念上的一个思考 好到这边为止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我可能花五分钟 先跟大家简单叙述一下网路价格的商战游戏规则 然后我们之后会下课 下课休息 下课的时候大家移动位置 然后根据助教发的座位表找到你们的 找到你们的位置 然后开始进行商战游戏 我简单 带大家快速回顾一下这个规则 然后如果你们对规则有任何疑问的 可以在游戏前提出来 这个之前应该都有请大家 回家先读过 也希望你们每一组有事先想过 我们在每一个市场里面 有N家厂商卖同样的产品 你是其中一家 每一组同学都是一家网路商店 那大家都是收到订单再去向大盘商批货 然后你卖的每一个产品 每一单位的产品的编辑成本 或者是单位成本 都是10元 你的产品所带给消费者的价值 或者是消费者的怨妇价格是100元 表示你的价格只要小于等于100 消费者就有可能买 大于100 大家就不买 现在比较特别的事情是 市场上有两种消费者 忠实的消费者跟精明的消费者 那么忠实的消费者 永远只去固定一家店买东西 只要这个价格是小于等于100 他就会买 精明的消费者会到处比价 同一个市场里面 他挑最低价的买 如果有两家厂商的价格同时最低 我们假设精明的消费者会随机 用相同的几率随机决定 我们假设我们这个游戏 最后会进行六个回合 每一回合在每个市场当中 都会冒出2400个消费者来买东西 在同一个市场当中 那么我们假设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假设50%的消费者 是会货比3加的或货比N加 所以一开始我们假设有1200个消费者 他们会到处比价 只跟最便宜的买 剩下的1200个消费者 他们就是各自有他们所忠实 一定会去购买的那个店家 所以1200个消费者是忠实的消费者 那么我们假设每一家店 他拥有的忠实顾客消费者数目 是一样多的 所以每一回合会冒出2400个人 一开始的时候一半的人 1200个人是会比价的消费者 剩下每一家店 会分到1200除以N 这么多的忠实顾客 你的忠实顾客就是只要你的价格小于100 他就一定会跟你买 好在这个游戏中你的工作很简单 每一回合每一组所要决定的 就是你的产品售价 你的产品售价最高单可以定到100 最低我想可能不会有人要定低于10元 但是你如果真的想要低于10元 你没有足足之子 那么你就是决定你的价格要多高或多低 然后各组是同时决定价格 在纸上写下来 你不能看到其他组的价格 然后交给助教 然后助教每一回合收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报价之后 汇整完同一个市场收齐了以后 助教会汇整建档 然后这个回合结束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组 每一个市场里面的每一组 你的出价各自是有少 然后你可以自己计算 你也有没有抢到这些金银的消费者 那是你 那你的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 完六个回合 你的利润 就是价格减掉成本 成上你的售价点到成本 成上你的销售量 是你每一回合的利润 你的目标是极大化 等六个回合加在一起的利润 最后这个游戏 会进行六个回合 就是游戏过程中 有些市场状况会改变 就是金银的消费者 所占的移重 会改变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 那助教在新的一回合之前 会宣布 所谓的条件改变 金银的消费者变多了 关于这个游戏 我们思考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在大家拥有 精打细算 金银的顾客 在每一组拥有 忠实顾客的情况之下 这个赛局的本质是什么 一方面你想要去抢 那个金银的顾客 所以你想要降价 可是大家价格 你降我降 降到一个地步以后 因为忠实顾客的存在 可能你会发现 那我与其跟别人杀价 还不如把价格拉高 回到一百元 固守我的忠实顾客 他可以带给我 满丰厚的利润 每个忠实顾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去思考 不同的组别之间 你的价格 会不会是很像 猫捉老鼠这样的工法 如果你的出价 事前会被别人知道 那其他人要不然可以 他出一个比你低的价格 要不然当你的价格够低的时候 其他人会跳回去 高价固守他的 忠实顾客 大家回去思考一下 这个竞价的本质 跟猫捉老鼠 是不是有类似的地方 就是在有忠实顾客的情况 那我们最后两个回合 没有忠实顾客 没有忠实顾客 你会发现 竞争 竞争只有把价格往下拉的力量 那么把价格 拉回来的这个力量 没有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实际上情况 有些组的表现还不错 第五组 可以有很多100 然后这个 第九个市场 我觉得是非常随情 下个礼拜再请你们发表 的样子 为什么可以这么淡定 到第六个回合 大家都可以 人人出100 所以我们来看 有忠实顾客 跟没有忠实顾客 对这个赛局的本质 有什么差别 然后请大家再思考一个问题 忠实顾客的存在 对于每一个商家来说 能不能够发挥保障利润的作用 忠实顾客 对于商家来说 能够带来多少的价值 从这里出发 我们可以延伸去思考 如果你是一家 你是经营商店的一个人 那么你该不该投入资源 或该投入多少资源 去创造一些消费者 他对你是忠实 他觉得润罗 他只想跟你买 尽管你卖的东西 跟别人卖的东西是一样的 那从这个有忠实顾客 跟没有忠实顾客 的不同的状态 的这个赛局 请大家思考 忠实顾客的价值 对商家来说有多少